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周末是我们美国的memorial day 这个国乡节是要纪念为我们美国牺牲的这些将士 我们今天有这个言论自由 有我们一个美国繁荣富强的国家 就是因为这些士兵为我们的国家做的牺牲 我们在这边要非常感激这些美国军人 为我们的付出 首先我们看一下子华尔街日报 今天礼拜六在这个他的新闻 他讲到的话 Elon Musk这位Twitter的新老板 他已经是开始对2024年白宫的选举 非常感兴趣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三 在Elon Musk的Twitter平台 由Twitter的总裁马斯科亲自主持要宣布 这个佛州的州长 迪桑德斯参选 2024年的总统选举 当然这个主持里面的话 谈到了这个迪桑德斯 他自己虽然的话 在Twitter里边公布他选举的时候 这个参选有20分钟都有一些技术问题 当然Twitter他所创使用的技术是这个Space Space不像YouTube一样直播 能够像YouTube一样直播 也不像Rumbo一样可以直接直播 Twitter他之所以有名 就是因为他文字非常简短 视频也非常简短 但是要在一个重大的总统选举 他们就是推用了另外一个技术 就是透过语音 就是在电话上面这样子的一个通话来进行 因为语音没有画面 所以它出现很多技术的故障 也是因为太多的人几十万的人突然间登陆 以后要收听参与 迪桑德斯的宣布 没想到花了20分钟才出来 这篇文章提到 他说Twitter的话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最重要的话是因为马斯克 他要他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 他已经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我只是个乡人 他始终开发他的Tesla 他开发他的星球计划 星链计划 所以这些还有火箭这些业务 没想到他购买了Twitter之后 因为他的Twitter 自己的账户被多次封号 所以他一气之下将Twitter买下来 并且他请了几个记者将Twitter的档案资料 一个一个公布 正式了在2020年的时候 FBI还有左媒都想办法来控制 封杀新闻 就是透过Twitter 其中他有一个Twitter档案的报导 他就提到这个里边关于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的电脑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有做进行报道 并透过推文来推发 没想到这个Twitter的话 将这个文章全部贴上黑别标签 全部的话封杀了这个新闻 他就里边提到 这个美在选举期间 FBI专门有个小组跟Twitter来联系 要封杀任何对拜登不利的消息 当然这个新闻一系列出来之后 很多人对这个Twitter的话 这个尤其是Iran Musk的话 跟将自家的丑闻全部都出来 然后非常拍手叫好 包括川普在内也是肯定了 Twitter在这方面 新闻自由方面的话 做了很大的贡献 当然Twitter最大的一个使用者 就是川普 所以当Twitter开始解封之后 换了老板了 Iran Musk的话 曾经向川普提交了这橄榄枝 要求川普重返Twitter 没想到这个川普并不理会 因为他自制建了一个社交平台 叫True Social 在这个True Social里边 这个Iran Musk一直在来招人希望他回来 这个但是川普不理会 所以在今年开始 以后Iran Musk他就开始的话 参与政治 因为他觉得现在做媒体都是用左派的控制 他希望Twitter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公开的 一个社交平台 不管是左边的右边的 他都会提供一个平台 所以他首次向总统候选人提供了这个平台 虽然这个受到技术方面的限制 但是的话他在Twitter里边他讲的话 在有关于迪桑德斯在宣布参选这个事情 这个有很多的潮因 但是的话你不要理会这些潮因 你看看的话 就是因为迪桑德斯在我们Twitter 这个宣布参选 你看看的话 他引述了CBS的一个报道 他说迪桑德斯在第一个 在Twitter宣布参选之后 在第一天就筹到了8.2million 这个820万的筹款 所以的话他说 你来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宣布 你可以筹到很多钱 当然马上的话 有川普马上贴文 他就说 这个他所讲的东西是不准确的 马上打脸这个老板 他说在川普在2019年的时候 已经筹到了2500万 以后他现在减除所有的这些捐款人 他还是有1400万 他说连Joe Biden 刚开始宣布的时候的话 他都可以在online里面筹到了600多万 所以这个就是嘲笑Elon Musk的讲 你到我的平台宣布 你一定可以筹到钱 当然现在Elon Musk 他也是向其他的总统提名人 总统候选人 这个打开了一个平台 他说我们现在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 你来宣布参选 川普并没有就此 这个会接受 这个Elon Musk的邀请 所以他目前呢 说还没有任何计划 要再回到Twitter里边去 也没有任何计划 回到Twitter的Space里边 跟来筹款 所以这个部分 反而在川普的平台 他也是转发了这项 可以说是有意思的 这个嘲笑 底商德斯 在Twitter平台宣布总统选举的 这个视频 我们看一看 这个是属于 透过AI来模仿的 一个电视节目 当然这个电视节目里边 都是属于 这个不是真实的 他只是模仿当时 这个Space 在TwitterSpace里边 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里边呢 在Space里边 他就说 有那么多的人 除了Iran Masks做主持外 我们还有 这个佛州的州长 底商德斯 还有这个 激进派的金主 两位金主 George 这个 George Sorrell 还有这名叫做 Club Swart 也是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 这个 这两位是左派的金主 还有 Dick Cheney 这个Vice President 以前的 这个 是共和党的 所谓的 RINO 的代表 还有希特勒 还有这个 这个恶魔 还有FBI 你可以看看 他里边 他说 你在宣布里边 他都是这些人 在支持他 他里边就谈到的话 所有的这些人 有人咳嗽 有人不知道怎么用 一塌糊涂 一直非常混乱 然后在这些后 FBI的这个 Agent就问他 这个是公开的 还是 私下的 是公开的 所以马上就说 我们怎么样子 来讨论 怎么样子 将 这个 川普干掉 然后这个 FBI的人 说 这是公开的 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 公开在里边讨论 他马上退出来了 Anyway guys We invited Everyone to this Twitter space So Governor Ron DeSantis Could Everyone just Shut the hell up So I can make my announcement Okay You go girl Wait The devil is gay So what Everyone in this call Is gay Guys can we please Just calm down So anyway guys I just wanted to announce That I'm Okay I can hear The governor very veiling Shut the hell up Would you please Shut up already I'm running for Fucking president Okay Yeah We kind of already Know governor Congratulations governor Well that concludes Our Twitter space For today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Hold your horses S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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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Sorrell 后面的话 有很多 同性恋的人 在争吵 同性恋的议题 还有 George Swab 的话 他后面的金主 同样的 这些人的话 都是在怎么讨论 怎么样子 要将川普 干掉川普 当然 后来的话 川普 出现来了 Elon The real president is going to say a few words The devil I'm going to kick your ass very soon Hitler You're already dead Dick Cheney Sounds like You'll be joining Hitler very soon Klaus Schwab and George Soros I'm putting both your asses in jail And Ron De Sanctimonious can kiss my big beautiful 2024 presidential ass Trump 2024 baby Let's go 所以他后来川普 来说 你这个Devil 你早就死掉了 然后 其特勒 跟Dick Cheney 一样 你们很快 就成为 早就成为 历史了 我当选总统了 以后 我会将 这样 这个 Cross Swab 还有 Joss Soros 关到牢里边去 以后 我run 我会将 你的 踢你的屁股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 看得出 这个虽然是 搞笑的视频 也可以看得出 现在 底昌德斯 也是想办法 能够得到 这个马斯克的支持 当然 马斯克在 这个 接受 华尔街日报 的时候 他说 我还没有决定 会支持 谁做总统候选人 但是 我只是在 透过Twitter 给了 所有候选人 一个平台 我相信 这个 川普 不会回到 Twitter 看看 你们的意见 怎么样 当然 在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这个政治里边 就是 在代表加州的 国会参议员 范斯坦 达恩 范斯坦 他现在 心体不舒服 摔了一跤之后 他现在 坐的轮椅 但是 就是因为 他担任 司法委员会的 委员 这一票非常重要 因为他 养病 两个半月 而导致 民主党 从 拜登 所提名的 法官 提名人 都没办法 任命 所以他在 民主党内部 已经有很多 国会议员 要求 达恩 范斯坦 提早 退休 如果 达恩 范斯坦 在2015年 2025年 得到期 不退休 或者是 他在 这过程之中 因病去世的话 那有可能 州长会提名 另外一个 阶梯人选 在目前 已经宣布 参选的 有三位 重大的 民主党大将 这三位人士的话 他今天 在Politico里面 他也特别 有一篇文章 他说 共和党候选人 可能不会当选 这个取代 加州参议员 这个职位 来接替 达恩范斯坦 但是的话 他可以影响到 加州参议员 的国会参议员 他里面呢 提到 他说第一位 这个现在宣布 要参选的 是 这个Cady Potter 她是 UC Irvine的 法学院教授 后来 现在担任 国会的众议员 他是属于 执行派的代表 他推动 同性恋 这个 这个 很多 这些执行派的 agenda 鼓动的话 这个 小数主义 这个 这个 优先法案 所以的话 这个部分 他自己 已经筹到了 八千 八百多万 也得到了 很多 共和民主党 执行派的支持 另外一名的话 是巴巴利 是北加州 奥克兰的 黑人 国会众议员 他也得到了 党的支持 Galvin Nielsen 也表示 如果是 Dianne Feinstein 宣布 提早退休 州长会提名 会提名的话 Galvin Nielsen 已经表示 他会任命 这名黑人 国会议员 来接任 参议员 如果是这种情形 那他就有 优势 他虽然 现在筹款 只有四百多万 但是的话 有这个州长的 把持之下 有可能 有个是 Dian Feinstein 提早退休 那他 巴巴利 就有可能 接任了 当然现在 最有影响力的 最有可能的 就是民主党的 这个明星 Adam Ship 谢安达 因为他在两次 谈劾川普的时候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现在 在民主党的支持里面 是声望非常高 并且他已经筹到了 两千四百多万的筹款 在三名 这个民主党的大将里面 他自己是 这个筹款最多的 知名度最大 最高的 但是 他也是成为 共和党打击的对象 这个打击的对象的话 最重要一点 就是 这个 他因为他两次 调查川普 通外门事件的 后面的抄手 所以 在共和党主控 众议院之后 这个Kevin McCarthy 一定要将 这个谢安达 从情报委员会 开除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民主 共和党对 这个谢安达 是往往是 这个视为第一号 敌人 当然在三位候选人之中 民主共和党都可能 不会支持 因为在加州选举 初选是不分党派 以后最后前两名 进入之后 进行最后的参选 有可能将来在初选过程之中 两名进入决赛的 就是两名都是民主党人士 在两名民主党人士里边 共和党的选票会扮演 会扮演很重要的 支持哪一位民主党的人士 那有可能这位民主党的人士里边 就可能当选 因为共和党人士 对谢安达 非常感冒 然后对巴巴利 还有Cady Porter 这两位直进派人士 都不赞成 所以很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名 就是这个Kevin DeLong 这位拉丁的议员 曾经要竞选 罗汉集市的市长 所以他也做过加州的众议员 也做过议长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力量 他可以拿到拉丁一的选票 同时他的政策 是属于民主党温和派 所以这种情形 跟他可能会争取到 共和党的一些选票 所以他说这位三名 共和党的创制派的人士 有可能会被 一个Kevin DeLong 这一名洛汉集 一个小的议员来取代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尽管其变了 昨天是加州议会最后的 这个开议会审理的 这个截止日期 在昨天议会通过了 一系列的法案 交给州长来签署 加州的法规 一般的话是参中两院 都有提案通过之后 抹合 以后综合成一个法案 交给州长的签署 在昨天所通过的一些法案的话 很有可能州长会签署 成为真正的法律 在里边就提到了 这个几项 对我们民众权利的 相关系的一些法案 首先的话 这个法案的话就是 因为美国宪法第二受证案 保证民众持强的权利 并且最高法院去年的时候 已经针对纽约州 限制民众申请持强证 这个限制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个裁决 就是说地方政府不能够限制民众 申请持强证 不需要特别原因 就可以持强 就可以申请持强证 这是宪法给民众的权利 但是加州法律 他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法律的漏洞 就是说OK 我你可以持强 但是的话 我可以管理你什么时候 在哪些地方场所以后可以持强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会要求 你要申请持强证 加州的州府政府 他现在提案的话 要求更多的培训 你才能够申请到持强证 并且限制了很多公众的地方 包括学校 在学校附近 教堂附近 教堂里 政府大楼 政府的所有交通运输场所 巴士站 火车站 飞机场 都不能够持有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有强 但是你可能只能是放在家里面去 所以这个是加州极左的政策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加州 是对工会非常友善的地方 所以他现在的话 对所有立法助理 他也是允许他们成立工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现在有了工会之后 当然工会谈判筹码 就非常大了 所以的话 他允许立法的所有助理 都组织工会 第三个的话 他限制加州退休金 还有老师资金会的投资 以前的投资 都是透过职业的基金管理人 经理 如果哪些赚钱 因为这些钱都是老师 还有是政府机构里面的钱 这些钱存款的话 你放到定存 可能它的利率不是很高 但是对这些退休人士来说 他们应该是将资金放在 获利最多的 风险最小的 没想到的话 这个ESG 这个environmental 还有这些的话 都要很sensitive的这些 要考虑的 就是这个 这个极左的政策 所以的话 他现在加州法律的话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将所有 我们资金投进 石油的资金 转到其他的项目里面去 不能够再投资 在石油方面了 所以的话 他现在有可能导致这些基金损失的话 在7500多万到上亿的这些 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这个政治理念 不是牺牲这些退休金的利润了 Fentany 分泰尼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死亡杀手 分泰尼在去年大概牵扯到使用生态尼 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了12万 这也是非常惊人的 但是并且大部分的分泰尼都是来自墨西哥 墨西哥的毒贩在中国还有其他亚洲地区 生产了原料以后再透过制药厂大规模生产 并且现在边境是开放的 大批的分泰尼涌进了美国 所以现在加州他通过的话 他要成立一个分泰尼工作小组 并且的话要求地方政府 州政府的这个执法支构联合起来 来打击贩毒分泰尼 并且的话他对这些贩毒者来加强的处罚 并且将NORCAMP这些可以一旦只碰到分泰尼 可能复习困难的时候 NORCAMP这种解毒药可以马上在学校 或者是地方大家都可以更容易拿到 在2016年加州州长签署了一个法规 对任何这些反禁止同性恋的这些州 加州政府是禁止州的职员 还有政府的官员去访问 所以公费出差的时候 不能到这些州里面去 有些开会的时候 在这些州 尤其是这些红州举办 因为这边红州是反同性恋的 所以这个法规他现在的话 他说我们禁止的话 没办法禁止了 我们取而代之的话 是花这个钱来鼓励民众的话 到一些蓝州去旅行 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同样的这个不限制于 只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了 他透过这个宣传 宣传蓝州 让这些加州民众到蓝州去的时候的话 去到要去旅行 就到这些蓝州里面去 因为他们是支持同性恋 保护同性恋的 同样的他有立法保护 这些堕胎的这个医疗机构 因为有很多州 现在有22个州是限制堕胎的 所以他现在打的说 如果是这些外州的人 来到加州做堕胎的话 我们要保护他们 并且的话 有很多这些没有能力 来支付堕胎费用的话 加州的医疗健保 在公费的医疗 可以这个cover他们的开支 所以他这部分的话 是保护这个堕胎机构 同时的话这个很重要 迷幻药LSD这种的话 Mushroom都是年轻人 现在越来越多 在流行的加州 这个苏联加州检察长 这个工会一直反对 他说这种迷幻药 也是一种毒品 会导致年轻人的话 这个伤害到年轻人的健康 他们精神状态 他一直要反对 但是加州议会 现在已经同意 这样LSD Mushroom 蘑菇云 这些毒品的话 合法化 所以说这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当然除了之外的话 这个对这个健保人 这个护士 这个医院里面工作人员 他从2020年6月份开始 要将最低薪食提升到 这个21块 到了2025年6月份的时候 每个小时最低薪食 要25块 这些在医院医疗机构工作的民众 他虽然最低薪食在加州是15块 非常高了 但是的话 如果是在医院医疗诊所里面 做上班的工作人员的话 他会被要求提升到21块 最后的25块一个小时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的话 叫S-BON 这个Alert EBON EBON 就是黑人的代表 这个黑人 他们自己称之是EBON 他说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 经常会有遇到所谓的 Amber Alert 这个Amber就是 小孩子被绑架了 这些的话 我们手机上面都会收到的 加州议会 他为了有很多黑人青年被绑架 所以的话 他专门提出了一个叫 黑人青年这个警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是黑人的小孩子 说12岁跟25岁之间 他们失踪了 以后他可以的话 政府机构 执法机构 可以再提出一个EBON 就是黑人警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反而我们觉得 任何一个失踪儿童 如果失踪的话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 但是为什么的话 会单独提出一个黑人 这个警告的话 不废一所思 不可失忆 当然的话 这些法规 现在在加州众议院 已经参议院 参众两院已经通过 州长会不会签署 你可以看得出 现在从所有的这些 这个提案里面 都是一个极左 以后参众两院 没有任何的讨论 因为这个民主党 以超多数 75%的选票 控制了禅中两院 一党独大的情况之下 这些法案 虽然是非常 不符合常理 但是已经通过了 希望州长 Nielsen 能够更理智的 否决这些法案 两个案例 这个是在联邦法院里面 公布出来的 第一个的话 是一名 名叫做 Angela 陈专专业 陈专专业的50岁女子 因为牵涉到假用 邮票 然后被联邦政府逮捕 起诉 因为她还是中国公民 她除了面临刑事案子的起诉之外 她判罚坐牢之后 有可能还会面临被驱逐出境 这个案子的话 这发生在2019年 她的丈夫就经营一个物流公司 专门替国内的一些客人 来接收货物 以后再运送到 这个在分拆成包裹 寄送给客户 所以当时在2019年 这个联邦政府 尤其是邮局的调查人员 发现 他所使用的这些QR Code 这些码的话 编码是有问题的 正要盘问的时候 她的老公逃走了 但是这个生意并没有继续 没有停止下来 在她老公走了之后 这个生意在2019年 还是让她的老婆接收 以后这个生意 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 以为没事了 在2022年11月份 到今年的4月份 这个公司又发现有问题 这个公司是 这个Angela 陈所经营的 根据联邦探员的公布 她说他们使用的 就是这些技术的邮包 都是使用假的编码 或者是不实的 所以很多时候分成两类 一类是真实的 由编印出来的 因为在很多我们民众都可以使用 在Stams.com这种 或者是邮局 他自己都可以印出编码 那编码本来是两磅的东西 它编码贴的是一磅 这样子的话 本来是20块钱的邮费 可以变成10块钱的 这种的话就是说 所以因为很多人误以为 这个我只有有这个标签就可以了 另外一类的话 他使用这个编码 已经是早就取消掉 已经是这个 已经是作废的 以后贴上去 以后以为可以 这个将机器 这个云满机器 其实我们在过去 也处理很多这类的话 这是 尤其是在做电箱的 他们认为自己做聪明 可以省下钱 因为邮费毕竟是 占这个电箱的 10%到15%的开支 所以他以为可以省下来 没想到 聪明反备 聪明目 虽然在入远看不到里面 这个货物是多少 或者是这个编码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邮局里面的机器 它一下子就过来 一扫码就知道 并且的话 经过这个电子 这个秤的时候 它的编码 他们是完全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并且虽然入远看不出里面的话 是重量是多少 还是什么时候的话 它一下子由这些编码 这些 虽然你自己用Photoshop 以后从它移花节目的 帮它修正 但是机器一下子 还是可以辨认出来 所以的话 这类案子 它现在可能面临 五年到二十年的劳行 根据联邦探员的指控的话 它在半年之内 居然的话 利用这种假邮票的方式 运送了九百个包裹 其中的话 导致邮局的损失 是六千万 当然邮局是我们政府 纳税人所经营的一个企业 这些做法 邮局的损失 就是我们纳税人的损失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很多 尤其是提醒电商 千万不要用这种欺诈的手段 来做了 另外一个案子 在华 虽然是发生在 Beverly Hill的事情 一个男子 已经被判刑了 但是的话 他在联邦监狱 他学会了很多这种诈骗的手段 他出院之后 他并没有守行为 而是他利用诈骗的手段 以后诈骗了九百多万的 投资人的资金 其实在我们华人社区 也经常会遇到 尤其是这类新时的骗难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也发生很多 尤其是现在大麻 生意很难做 所以的话 很多人希望脱手 所以的话 将大麻这个行业的话 这个脱手过程之中 会发生这类骗难 这位被起诉的 Beverly Hill的男子 名叫做Mark Anderson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 他说我现在有这个大麻合法的 这个生意 我现在要脱手 要脱手的话 我可以给你 你来投资 我们一起将这个生意做起来 以后很多人 因为觉得大麻是一个 新的淘金热 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都没有及时考虑 看到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地方政府 一个批文 或者是什么批文的话 其实拿出来这些批文 都是假的 所以没有做任何的禁止调查 就直接投资 一投资进去之后 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大麻这个店里面 根本没有执照 也根本不存在 但是钱已经是被拿走了 所以这种的话 大麻欺诈案件 越来越多 要提醒大家 有朋友要你去投资 要开发大麻的生意 以后要格外的小心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邓宏说法节目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长周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